變相三角形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觀察一下 邏輯非常簡單 第一次輸出一顆星 第二次兩顆 直到第13 就是13 所以 我剛講過我的習慣是 縱向的是I 橫向的是追 這個跟那個VBA蠻像的 反正我要跑 如果要跑13個那就跑13列 所以I一定是到13為止 那追的話決定輸出幾顆星 所以假如說我們這個邏輯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那我要把它寫出來的話 其實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99乘法表 比如說我用99乘法表這個來改好了 有的時候大家可以 複製 貼上的時候 然後把這個for 這個叫for 後面加一個什麼 STAR 新號 也許就 這邊的話叫for 底線STAR 好這個module 其實這個module 它是會另外幫你產生一個 所以把這個關掉 forSTAR打開 那這個 拿這個來改 就OK了 其他概念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我講過 我的習慣是 因為我要跑 13列 所以我的I一定是 1到13 他這邊應該輸出到 14嘛 123 所以 由這個來決定我要跑幾次 那 由J來決定我要輸出幾個 所以J的話呢 他 第一次一定一顆星 第二次兩顆星 第二次兩顆星 好像跟 追的關係蠻 大的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所以特別是 我這邊的話 其實跟I有關 所以 我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但是I呢 他第一次跑的是1 那問題這邊 他一定是結束值 所以一定要比什麼呢 比那個前面要多1啊 不然的話沒辦法解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把I加1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他 如果I是等於1的話 他一定是 1跑一次就停了 所以跑一次就停的話 你可以把後面這一串 改成一個星號就可以了 這邊 意思是說呢 我這後面呢 幫我串一顆星在這後面 然後呢跑一次之後的話 就換一個換行 再下一次 變兩顆星 再換行 三顆星 換行 一直都一推 最後再把它輸出喔 其實我 只有改幾個地方 這裡 跟 這裡 還有 後面串接的東西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他的邏輯就是 我今天跑第一次 輸出一顆星 到這裡 跑完之後的話 後面再串一個換行 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 I會變成2 2的話就跑兩次 所以他這邊跑兩個 再來三的話呢 就跑三次 直到最後一個的話呢 就1到13 所以這邊跑 所以基本上 縱向是由I來決定 跑了13次 橫向的話是由J來決定 跑幾次 這邊應該是串接啦 加等於有沒有 所以串幾顆星 這樣的話 就把它輸出 如果你要把它變反向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它顛倒過來 顛倒的話 請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我要把它顛倒的話 有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 一樣是跑13次 所以I基本上應該是不動 對不對 那主要是J喔 J 意思就是要跑幾次的意思喔 那理論上應該是 如果這邊是 I加1這邊要怎麼改 應該是第一 就變成說J的話應該就要跑 13次嘛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喔 所以這邊應該你可以用什麼了 用13來減 該什麼 沒有沒有 應該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有什麼方法 乾脆用15來減 我看 15減 I 15減I的話 他第一次過來的話 他是1嘛 那15減掉1 那就是14 1到 13停了 然後如果I等於2的話 那就是到12停了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這樣寫的話 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呢 試一下就知道了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啦 所以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這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結果做出結果來了 只是說 這樣的理解啦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這個道理 想一下 或者用step也可以啦 寫法蠻多種的 怎麼樣 可是你的VBA的話 應該是S S加S 對 這個是加等於 加等於 串接 跟VBA不一樣 不太一樣啊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要去記的是 它哪裡不一樣 S加S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翻譯嘛 兩邊翻譯 但是實際上 特別之外 一個版本是 I 加1 一個是15減I 當然這邊還可以用反向 用step-1的方式 越來越少也可以 不過除了這種寫法之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改另外一個方法 更快 兩行程式寫完 精簡版 精簡版 怎麼精簡 保留舊的 如果我要正向 其實寫兩行就可以了 只要 負回圈 不要 那個什麼呢 不需要什麼呢 追回圈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 For I 等於 一樣是1到14 就是1到13 這14 那bring是什麼呢 其實有個更簡單的方法 那個 後來我發現 其實這個星號呢 它 可以 字串可以 用乘的 前面有講過 星號乘以什麼 乘以I 這樣的意思是說 乘以I 意思就是 你要讓它出現幾次 這個方法 應該 程式比剛剛 簡單太多了 結果一不一樣 我們試一下 有沒有 這邊 少一個帽 OK 那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要執行結果 有沒有 乘一個 兩個 三個 一直到 13個 這樣應該比較快 哈囉 VBA沒辦法 VBA它沒有辦法用字串 字串 在VBA裡面沒有 乘這回事 但是Python 可以用乘的 乘幾個字串 這個 真的很妙 對 只能串接 所以在VBA裡面 只能寫上面那個方法 下面那個方法 邏輯 在VBA裡面是行不通的 上面可以啦 串接 串接方法不同而已 所以也許可以想 另外如果你要反向的話 有沒有 越來越少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想一下 自己想一下 這個我想 還是可以更精簡喔 有沒有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要用什麼 這邊可能要你用 豆點 負一了 但是你變成越來越少 所以從13 到多少呢 到哪裡停下來 13 這邊應該輸入多少 越來越少喔 所以他是 13 12 11 1 然後到應該到0停下來 所以這邊 應該是要輸入0 13到0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有沒有 13 12 一直到1 的下一個就0了 因為他是負1喔 負1的意思說 他是拿這個數字 去減掉1之後 一直減到哪個數字停下來 OK應該懂了邏輯吧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我總共會有 兩種變化 但是會有四種寫法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第1種寫法是用99層法表圈去改的 那第2種寫法是 用那個層的寫法來寫 OK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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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